叶摩和基杰萨的比赛已经打完了 叶摩他的这些战绩在UFC是8年败的一个记录 在比赛完之后他也是宣布退役 关于叶摩退役 小英也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怎么看待叶摩的退役 他说他并不惊讶 毕竟他年龄已经是40岁 但是也是衷心的祝愿他 他是货真价实的一个至高强者 在征战过UFC的一切比赛当中 觉得他的生活在刚刚开始 也就是40岁而已 他将开启更加美好的生活 有什么遗憾没有 就是你俩没有能够交手 小英说当然 他们两个都在巅峰时宜的时候 本应该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决 但是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是没有促成 然后不是他受伤就是夜魔受伤 食也命也孕也 有时候我们规划好一些东西 上天有他的一些安排 所以说没有办法 有很多网友全民都说 夜魔现在他不是在八角龙中打败对手 而是下去打败生活 其实他的比赛我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是非常舍不得 这个UFC的八角龙 非常热爱 毕竟他就是对这方 擂台是非常有感情的 虽然说他现在已经是8连败了 但是很多全民网友 我对他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不管胜负如何 他在我们心中永远是一代传奇